台中有民众在大雅区买了一盒连锁店的章鱼烧 但回家一咬开 里头竟然是信包姑 对此店家喊冤 强调配合当地庙宇的奇安法会 从23到26号如宿四天 也有在摊子前面张贴公告 可能是消费者没有看仔细 包含酱料改成了宿的 原本的柴鱼片也换成了宿香松 让里民们可以安心享用 火烫烫的铁盘淋上面糊 过一会儿加上主角 咦 居然不是章鱼快 而是信包姑 有民众来买章鱼烧 回家吃到的却是咕咕烧 应该会觉得很傻眼吧 里面的料不一样的话 应该要提前倒置消费者 实际回到发生争议的店家 摊位上挂着一个看板 写着配合庙宇 从23号到26号如宿四天 三天前我就有公告了 他们可能没有注意 像昨天民众就问我说 这全部都是素食的 因为我们配合那个永行供的活动 疑似是误会一场 店员强调 尽管庙宇没有强制 但想说一起祈福 不仅章鱼换成了信包姑 柴鱼片也改用素香松 就连特制酱料也是素的 吃素的人都知道 素食的成本都会比较高 我觉得我这样还要钱 因为我们不是大量的批货 强调换掉这几天 可能还会有点小亏损 但配合当地庙宇活动没有关系 不少老顾客这几天也都有来卖 我觉得没有关系 没关系啊 平常就蛮喜欢吃 如素直到26号 店家表示之后就会恢复 原本的章鱼和配料 变回真正的章鱼烧 这里从我们的机遇台中报道